嗨,大家好,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乃姨 我住的这个小区呢,是那个高层的住宅 房龄呢,有23年的工产房 天津市旧楼区改造呢 陆陆续续的呢,已经把我们那个下属的管道 还有二次供水管道都已经改造完毕 这不又开始登记改造那个暖气管道吗 前两天刚改造完的我们那个小区残疾人的那个坡道 侧面的加护栏 受到了残疾人和那些高龄老人的欢迎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小区经常出入的一个坡道 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楼梯空的 有的老年人走不稳,容易掉下去 王老师,买菜回来了 您手里扶的这个扶手以前咱没有,是吧 对对对,原来没有 这是新给安的,是吧 这个坡道是吧 您那个妈感觉现在方便多了,是吧 方便多了,我有一次差点没摔下去 正好有这个挡住 哎呀真好这个,看来这个还是特别瘦 特别瘦欢迎 好,您快回去做饭吧 谢谢 再见啊,再见再见 我们小区的这栋楼呢,它是那种墩子楼 所以呢,有阳面的房子,还有阴面的房子 住在阴面的居民呢,都反映了 就是房间里,尤其到了冬天呢,特别的冷 也反映了多少年了 这不也给解决了 正在给阴面房子的这面墙呢,加保暖层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材料呢,就是保温材料 嗯,现在这个大厦呢 看看这个脚手架 正在施工 对这个楼体的外延呢,进行保温 还有粉刷 还有就是设计到每个家庭的这个窗户的事儿 我们这个高层呢,当初建房的时候呢 窗户都是铁的 你想,都住了23年了 风吹雨打的,那个铁呢都生锈了 看看这个都锈成什么样了 已经不严禁了 冬天呢,漏风 夏天呢,漏雨 我们这儿的居民呢,也多次向那个区人大代表 反映这个问题 人大代表呢,也很重视 也给我们上交了这个问题 现在呢,终于得到了解决 我和妹妹妈妈呢,都住在这个小区 我妹妹呢,已经更换完了 她说是塑钢呢,特别好 换完以后这窗户 这不我妈妈家也正在换窗户吗 我在这儿正盯着呢 你们俩喝点水再走吧 我给晾好了水了 又来了两位师傅 忙了一天呢,换好了新窗户 老妈呢,看到新窗户 高兴的和孩子一样 窗户换完了 哎呦,忙活了一天呢 大家看看 多喝亮啊,这大窗户 妈妈看看这窗户满意吗 满意满意 这屋里多亮啊 看到我妹妹还有妈妈家 换完这个窗户的效果这么好呢 我也决定啊,我也换 我明天呢,就去房管站登记 然后跟她预约好以后呢 到我们家也给我换来 天津旧楼区改造呢 我妈妈,我妹妹,我们家 这三家子呢,都受益了 之前呢,我们已经考虑那个换窗户了 自己花点钱,换换窗户 现在呢,房管站给我们 免费的更换这个窗户呢 又省心,又省事,还省钱 主要是那个效果呢,特别满意 材料也都挺好的 网友朋友们,我们天津旧楼区改造了 您住的地方有这样的事吗?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天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 喜欢恩爱仪的给恩爱仪一波关注吧 谢谢大家观看,再见